台大高材生张燕文在2014年时候 因为不满女友要跟他分手 当节狂砍对方47刀 更一审的时候判刑15年 不过去年最高法院认为判太轻 撤销发回 今天上午跟二审宣判 法官就说了张燕文预谋杀人 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过度杀戮 严重危害到社会治安 因此改判无期徒刑 2014年9月台北市发生恐怖情杀案 幼教老师上班途中 前男友张燕文当面赌他 持刀猛砍47刀 一审以杀人罪判无期徒刑 二审和更一审都轻判15年 不过到了更二审又变回重判 何怡婷认为张燕文虽然杀人后自残 想要一命换一命 也跟前女友父母达成和解 但赔偿不足以弥补他们的伤痛 有必要判无期 张燕文跟女友分手前 一起去日本旅游时两度性侵 加上他杀人后五入遗体 判刑六年半定验 积压和入狱时间已经累积了五年多 但杀人罪从15年变无期徒刑 如果上诉遭到驳回 他在狱中的时光还要很久 记者综合报道 才一条大道的连天